好 又到新手上問了 很多新手的朋友都發現 試過螢幕 不知道什麼事 有斑馬出現 最常見的就是在天空上 聽他們說 嘗試去重置這部機 或者再去更新Firmware 都有這個問題 他們問是否螢幕壞了呢 或是一部機壞了呢 大家好 我是Lok Sir UAV Hong Kong 剛剛說到這個問題 其實不是你的機壞了 其實DJI的航拍機 它都提供了幾多專業的功能 在曝光對焦的部分 一般是相機 單反無反 如果是比較入門的話 都不會有這些功能 但是DJI的機器 很多型號都會有這些功能 但是很多新手朋友就不知道什麼 其中你會看到 因為我的螢幕裡面 有一批東西 就會有一個斑馬 因為我這裡有一個電筒 你會發現到 如果我的電筒 沒有直接射向螢幕的話 就沒有這個問題 如果直接射向 就好像有 其實不關心 直接射向這個問題 其實我只要把那個曝光 我嘗試去調一下 調到去 I-S-O-R千多 好 那看到了 很多地方 都有斑馬 但是你會了解到 泰江的地方 就會有斑馬斜條 其實這個直譯英文是SEBA 也有些人說SEBA的譯音叫做死白 就是說白到沒有資訊 這些地方如果你要救的話就不能救 就是這些地方 這個地方呢 死白了 就白了 告訴你 當你去設定手動曝光或自動曝光 你會留意這些地方是不能救的 最常見的就是天空和一個很暗沉的樹林 因為航客機的動態範圍 未止可以去到那麼多級 有時候你就要取捨了 究竟你要哪一樣 你要天空的時候 森林就更加暗 可能也會暗到 去到超黑 但是當森林 夠乾的話 天空可能是死白了 這個就是起碼有個這樣的設定 去讓你知道 哪一個位置是死白了 怎麼開啓 或者怎麼取消 其實在一個螢幕的右手邊 按下這個調照相機設定的位置 然後按這個齒輪 那齒輪裏面 跌低一點 還有個叫個部提示 他設定的名字是個部提示 就不是叫做 Sibra 如果我們專業的攝錄機 還可以調整 Sibra 那個 那個暗測的 指定的 例如100%才出這個斑馬 90% 80%等等 那麼我們可以預早知道 哪一個位置 將會 就來 爆 但是也不要緊要啦 雖然沒有設定 但是起碼也有個個部提示 這個對於 經常 用手動曝光或者拍攝比較嚴謹的朋友來講 就比較重要 特別是如果你不是用Smart controller 你用手機 在夏天的情況下 日光的情況下 去做飛行的話 即是手機的屏幕已經是暗到爆炸 比較難 去憑屏幕來判斷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部份 好 你看到開和關 平時 你如果發現 曝光比較難估計 這個其中一個方法 可以去評估 另外 在這個高一點 有一個顯示直方圖 那我又開了 直方圖 直方圖英文叫Histogram 當我開了之後 留意一下螢幕 螢幕都顯示了 現在的座山是偏向右 如果偏向右的話 就是這個曝光是Over了 即是過曝 如果偏向左的話 就Under 如果中間 就大致上分佈正常 當然最後都可以看回你 拍攝的主題 和內容 而去 決定取捨 如果不是 我根本有個螢幕 黑到看不到 如果在戶外飛行 那我手機 越來越適合 越來越適合 那你就要憑這個Histogram 去 斷估 或者評估 現在好像這樣 它已經Over了 那我就嘗試一下 那我就將它調 例如我用Menu 我將ISO減低 去到400 那我看到座山已經 偏向 左邊 如果我調 800 那我看到座山 是偏向 中間多一點 但是有少少最右端 你會看到有Over的位置 我把LED移走 你會看到現在整體曝光是偏Under的 那我又再調多一點 1600 現在 算是平均啦 但是都有點爆 那你見最左邊 有個空隙 那樣 還有最右邊 就頂了牆 那就是要再減一點光 那我修過一圈 好了 差不多了 那現在變了 我就算不看螢幕 就是那個曝光情況 只是看Histogram 都大約評估到 現在的曝光是正常的 那這個對於我們去拍攝戶外的時候 很重要 特別是很多人依賴那個Auto 那如果Auto 你在一個大海上飛 就是 3-10度都沒有東西 其實就問題不大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會做一些 Till Up Till Down 還有旋轉的動作 就是陽光方向會不同了 那它那個 自動曝光 都還沒有反應得及的 比較慢 那你又可以嘗試一下 用 Menu 那變了 你可以遷就天的曝光 還有那個森林的曝光 然後再換行那個Till Up Till Down 那否則 它就由森林 慢慢Till Up 那天就爆了乾 或者反過來 去到森林的時候 就黑漫漫之類 那你多些可以嘗試用Menu 那特別是拍攝那些 7-8-20度的球體 基本上是全Menu 如果不是 撿死人有些會爆乾 有些會暗 當然啦 你用自動合成 就沒有什麼特別要求 但有時候我們會全部 把照片都會自己做合成 所以就需要用Menu 就比較理想 特別是White Balance 的部分 都是用Menu 還有會營窩 這個就可以幫到你在這個 航拍的時候的曝光問題 好 希望這條片對於 新手的朋友會覺得有用 如果你覺得有用的可以給個like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分享這條片給我的朋友 那今集就這麼多 拜拜 拜拜 三 samo 甚至 告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